焦點要來關心到民進黨內徵召指揮官陳時中參選 台北市長的態勢是越來越明朗 但是呢積極爭取提名的林佳龍依舊是沒有退讓的打算 日前林佳龍表示說這個人選不要找仇恨值太高的 遭到解讀說在暗指陳時中 今天他也曾經說沒有特定在指誰 但是針對了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提出了台北市長的競選logo還有標語 林佳龍則是直接批評說蔣萬安疑似有抄襲 但是蔣萬安透過了發言人回應絕對沒有 你家台北就是無限 蔣萬安正式宣布競選logo多重線條組成無限符號 加上你plus台北就是無限當成競選標語 你家台北就是無限蔣萬安 但對比林佳龍日前提出台北plus首都願景12門客 概念似乎有點像 看起來很像我提的台北plus創意的比賽 盡量不要去抄襲或是說引起到可能會有混淆 蔣萬安透過發言人澄清絕對沒有抄襲 但林佳龍爭取民進黨北市提名動作不斷 先前提出綠營人選別找仇恨值太高遭解讀 暗指衛福部長陳時中 不會找喜歡人我的也很多 我這個脈絡裡面沒有指特定的人 跟陳時中部長打個電話來跟他做致意 清善火線澄清沒說特定人選 但先前有媒體報導民進黨希望林佳龍參選新北市 他卻提出條件難以做到 甚至傳出總統蔡英文親自勸禁選新北 我從政以來從來沒有任何的交換條件 總統都有表達一切會尊重我的意願 我上場我就全力以赴 別人上場那麼我會在場外加油 去準備下一場比賽 下場比賽到底在哪還是未知數 但民進黨首都市長提名大賽 林佳龍依舊沒放棄持續衝刺 接著我們講張元杰才會報導